高雄市政府召开防疫应变会议 市长陈其脉会后说明 面对疫情严峻考验 防疫原则不变 强调施打疫苗 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为预防社区感染的有效方式 防疫的原则不变 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住社区作为 我们在防疫的社区感染的传播链 必须把它挡住 所以要把这个传播链把它挡住 有三项 第一个就是要打疫苗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轮到顺序该施打疫苗 又必须去赶快施打疫苗 第二个保持社交距离 就是在整个群聚 交通运输工具 以及集会场所等等 这个必须严格来落实 保持社交距离相关的规定 第三就是要戴口罩 这个是在预防社区感染 三项最有效的做法 市长曾经麦表示 部下重病守住医院 社区两道防线 指出整备医院相关疫苗措施 同时进行支援盘点 确保口罩 防复衣 氧气机等防备能量 同时从城打疫苗 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为重中之重 判市民朋友配合团结防疫 医院的这个院内的感染的控制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是我们在整个 从股安肺炎流行到现在 最重要的院内的感染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把医院收好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也 准备了所有的防疫的物资 跟整个医院相关的 包括防护医的气瓶 氧气机以及相关的 这个ventilator 呼吸器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也做支援 做一个盘点 市长陈其麦也补充 疫苗是终结传播链 最有效的方式 呼吁符合资格的单位 团体 市民朋友 尽速施打疫苗 提升防疫力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记者李政道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